第十七题是在家居士是否要受菩萨戒才可以讲经 按照佛经的规矩是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要知道 现在佛的戒律没有了 不要受菩萨戒 佛法里头最低的戒 根本戒是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都做不到 其他都不如说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可能你前面没来听 你三规做不到 你五戒做不到 菩萨戒怎么会做到呢 所以佛家持戒是从十善做起 十善不是戒 十善是戒的预备预够 在受戒之前先学十善 十善能够持了 这个戒就没有问题 所以十善是戒律的前方便 好像我们念书一样 先修办 有人上大学 在没有上大学之前 先接受预备教育 预够教育 预够成绩及格了 再上一年级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现在的时候 这个有很多学者专家 常常也讲解 那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 他没有归义 他也没有受戒 但是他在台湾大学 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万年 完全讲佛经 他在这学习里面开的阔 开的是大成佛学 魏晋佛学 隋唐佛学 以后年岁大了 在台大退休 到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聘请他 在波斯班讲华严哲学 那么这个呢 都在佛经里面称了 博弈将近 在大学里开着课程 实在讲呢 非常非常可惜 他79岁就走了 如果他寿命再能夺活5年 他会对佛教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他对佛教真正信仰 真正其辱 就在79岁 可惜那一年就走了 他教我的时候 很早 那个时候 他才不到 大概50岁的样子 教我那个时候 他对佛法的认知是这些 可是到晚年的时候 不一样了 他真的切入了 教我的时候跟我讲 佛经里面 十分之八 是迷信 十分之二 是最高的证书 他这十分怎么分的呢 十个宗派 十个宗派里面呢 他只肯定 法信宗跟法相宗是这些 高等哲学 其他的宗派的时候 都是迷信 但是到晚年 他完全改观了 那跟我的个看法的时候 就很接近了 所以我们也很弹得来 早年看法的时候 这个法信法相呢 认为这个是高等哲学 那是什么 那是看到佛教的大门 认为迷信的 那是里面 你只看到外面 里面没看到 所以他是 始终没有离开佛经 天天读经 天天学习 所以他进步也很快 到晚年时候 去入福的境界 所以对我 这个学进途宗 他也很赞叹 他不认为这是迷信 所以佛法要深入 不深入不行 深入之后 这才了解 那么他喜欢华言 我对于华言的这个深入 我相信不会在他之下 那么我这一次 这一遍华言经讲下来 古迹 决定超过一万个小时 这是我们老师 想不到的 那华言内容是什么呢 我现在讲用 现在这个 现在人的说法 华言的内容 讲的五个项目 第二个是 能力教育 第二个是 道德教育 第三个是 英国教育 第四个是 哲学教育 第五个是 科学教育 方老师在的话 我要跟他提起 他一定很赞成 一定很欢喜 真的 你不深入 你不了解他 深入之后 你才完全明白了 这个东西 就是应用在 日常生活里头 这是他 讲句话讲得很对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 嗯 嗯